大家好,我这一棵茶花现在长势非常的漂亮 而且它是一棵胖胖胖型的 非常的漂亮,整个株形非常的有观赏性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的茶花不开花 在长新枝条的状态,大家一定要给它多晒太阳 太阳一大,它长出来的新枝条就会越加强壮 同时一定要给足水 如果说我们放在户外经常下雨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给它多浇水 如果放在室内,大家一定要保证土壤属于一种微潮的状态 这样才有利于春季快速的生长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给它补肥的话 一定要给它使用一些生长型的肥料 尤其是一些有机肥 我们使用生长型的有机肥的话 最简单有效的是这种发酵好的芝麻饼肥 因为它里面的大元素含量相对于其他有机肥会高出很多 所以在春季给生长期的茶花使用 效果是非常好的 我们只需要每20天到一个月给它追尸一抓就可以了 因为这种芝麻饼肥它的肥效比较好 不能用太多 一定要坚持薄肥浸湿 将它浅埋起来 因为这种芝麻饼肥容易发霉 浅埋起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它就会在土壤中二次分解 给茶花吸收 当然了,这种芝麻饼肥 我们也可以用第二种方法来使用 就是把它放到清水中 等它溶解之后直接拿来浇灌 这个效果会更加的好 我们只需要在1000毫升的清水里面 放上十几二十粒这种芝麻饼肥 同时再给它加入20毫升的这个 椰姆复合原液 因为这种复合原液 它可以快速分解芝麻饼肥中的有机制 分解出营养 我们兑好之后 给它静止一两个晚上 因为这种椰姆复合原液 它里面有育菌 比如说酵母菌还有油酸菌 需要时间来分解来活化 等它活化一两个晚上之后 直接拿来浇灌根部 那么这个效果会更加的好 可以让我们的茶花 在春季这段时间 长更多的新枝条 到了花期 看花会更加的多 那么这就是茶花在生长期的时候 我们如何养护 好了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